歡迎收看長春養生密碼 台灣每一年 因為子宮內膜異位就醫的人數 就大約有9萬人 到底形成的原因是什麼呢 又該怎麼預防 今天很高興請到 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生殖醫學中心主任 曾祈瑞 真醫師 來到我們節目現場 醫師好 各位觀眾好 好 醫師趕快請教您 為什麼會形成子宮內膜異位呢 最主要的原因是 那個經學逆流 從塑膠管就跑到這個腹腔裡面 然後這個子宮內膜的碎片 就好像韓國草一樣 它就附走在卵草上面 或者這個腹腔 所以就長臭地方 我們叫子宮內膜異位 比較麻煩的是 它下一次月經乾淨以後 都開始會增生跟內膜一樣 經過一個月 月經來 它也在裡面出血 所以那個精血就激在腹腔裡面 造成很多很多的問題 包括痛經 因為裡面有一些前列腺素 它會讓子宮筋軟 痛得要命 然後裡面還有一些不好的東西 造成不韻症 所以筋痛 很不尋常的筋痛 就要特別留意了 有可能是子宮內膜異位 對 一般它有四個症狀 因為我剛剛講 它精血裡面很多前列腺素 它會使平滑劑鎖 所以第一個 子宮就會筋軟 然後腸子也是很多平滑劑 所以它乳動會變快 所以第一個症狀就是拉肚子 拉肚子也會 對 那有時候會在腸子裡面 它會有時候變成排便困難 這是第三個症狀 第四個有時候跟先生 同行會有性交時候的疼痛 所以這個痛經 拉肚子 排便困難跟性交疼痛 那種是很重要的一個症狀 如果有這些症狀的話 就要特別小心了 再加上生不出小孩 就趕快看醫生 生不出 對啊 那為什麼 現在人最怕就是 子宮內膜異位 好像就會讓女性不孕 或是很不容易懷孕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影響關係 因為這個 這個精血裡面 它有很多的這個自由基 或者細胞色素 所以這是一種發炎的物質 你想想看 整個子宮在一個小發炎的狀態 我看不太容易懷孕 這個胚胎不容易著床 第二個它會產生很多 這個沾黏的物質 所以內膜異位 真的變成很會沾黏 腸子跟這些內膜異位 都站在一起 所以整個結構都亂掉 那會 所以就不太適合懷孕 所以這個是很困擾的一個問題 那還有我們 大概最近一 二 四年發現 它跟這個環境賀爾蒙有關係 環境賀爾蒙 特別我們常常講那個四季之毒 戴奧辛 那個 它那個跟內膜異位針是息息相關 因為戴奧辛的構造 很像很像我們的女性賀爾蒙 那內膜異位針 它是跟女性賀爾蒙是成症相關 就是說每一個排卵才開始症生 一經來它就剝落出血 所以肚子永遠都一潭血水 那這個戴奧辛它的構造很像 但是它半摔期很長 大概要九年 這麼久 所以整個人都擾亂掉 整個荷爾蒙 女性的荷爾蒙就會擾亂 因為進去以後 它會溶解在這個脂肪裡面 下不來 所以這個是很不好的一個事情 還有一些塑化劑 這個都造成很影響很大 如果說有些女性可能就覺得說 好 反正我也沒有 因為現在小子的話 有些人可能覺得說 反正我也沒有要生小孩的打算 那這樣的狀況 如果不生小孩的話 是不是就對身體不會有影響 還是說它會更嚴重 變成癌症什麼之類的嗎 比較好一點它是良性的 所以他們有研究 大概致癌的比例不高 這個內膜醫生變成 子宮內膜癌 大概1% 2% 所以98% 99%大概是OK 就是不會變 但是問題是它兩個困擾 一個是非常痛 所以生活品質很不好 一直有不舒服的感覺 對 你看這個一個月有 將近一個禮拜到10天 是沒有辦法工作的 或者是要看醫生的 所以品質很差 然後它的環境很不好 因為裡面都是很多的 自由基 沾連 所以又是生不是小孩 所以造成國安問題 很重要的一個疾病 是 那目前治療方式有哪些呢 一般比較大的一個 有時候在卵巣上 會變成一個囊腫 因為每次出血它就會變大 就好像荷包蛋一樣 在卵巣裡面 然後經濟結束以後 水分吸收 當然裡面那些經血 就好像巧克力 或者朱學糕一樣 所以每個月變大一個 變大一個 所以假如這樣的話 我們有時候可以抽血 CaE有些抽血 或者是超音波看得出來 可以醫生幫忙 用那個微創手術把它拿掉 假如比較輕微的話 也許可以用藥物 內科治療就可以 好 所以現在其實治療方式 比以前還要再進步很多很多 對不對 但其實如果肚子有任何的疼痛 不管是拉肚子 或是各方面的話 一旦有相關的問題 還是到醫院跟醫生做一下諮詢 是比較保險的 還要加上生不出小孩 生不出小孩這是最大的 因為一般的人也會痛 痛個半天就過去 大概也很正常的可以生小孩 這個大概就不是這個問題 好 所以有任何症狀 還是到醫院來做諮詢 是比較保險的 謝謝醫師來到我們節目現場 我們先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